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世界十大最严禁色国家 第十名 日本 很多人在青春时期看过不少日本AV可能会产生误会 误以为日本不经常 其实 错了 日本法律是经常的 日本政府早在1956年就颁布了卖春防止法 禁止了卖春和买春的行为 经营风俗场馆最高可判十年 还要面临高额的罚款 但上有政策 下有对策 只要店家和失足女性同一口径 将自己卖春的行为用其他话术包装起来 不就可以规避法律的制裁了吗 很快 包括东京在内的许多日本大城市里 都出现了所谓的模特俱乐部或纯爱交友会 只要有人指责这些机构违反了日本的卖春防止法 他们就可以辩解称自己 这完全不是在卖春 而是在与别人进行光明正大的恋爱 当青年男女以恋爱的名义走到一起之后 偶尔发生一点越界的行为 自然也可以被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了 当然 为了安全问题 这些场所大多不接待外国人 第九名 韩国 2004年 韩国通过的性买卖特别法 将风俗交易视为违法 并严惩妓女 嫖客和拉皮调者 一旦被抓获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都将处以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300万韩元以下的罚款或拘留 组织经营者最高可判十年 有意思的是 韩国关于风俗交易的处罚力度是递增的 初次被抓只会出以罚款 累计被抓不但罚金会增加 还要面临判刑 也就是说 当你听说有人因为风俗交易 在韩国被判刑 那这人妥妥的是个老司机了 由于法律执行不利和需求依然存在 韩国风俗行业并没有完全消失 而是转向地下化 隐蔽化和多样化 一些传统的红灯区被拆除或改造后 风俗女转入暗昌形式 变得更加多样化 如直播 约会软件 兼职等方式 虽然政府试图以打压的方式控制这一行业 但在某些地区 找小姐已经成为一种隐藏的文化现象 有人可能会误以为 法国人观念开放 风俗交易应该是合法的 但是又错了 风俗女在法国一直是一个很尴尬的话题 在合法和不合法的灰色地带徘徊 按法律来讲 风俗女是不合法的 也不是职业 但法国政府却将其归入自由职业 按自由职业收税 法国关于这方面的法律也很有趣 叫做罚嫖不罚昌 于2016年4月份通过的该法案 也就是说 法国警察破门而入 逮到一对细水鸳鸯 对提供服务的人进行批评教育 放走 然后对客人 处以1500到3750欧元不等的罚款 这条法案遭到了 风俗工作者们的强烈反对 他们认为这样会使客人们 更愿意在隐秘的地方进行交易 而使他们的危险度增加 由于法国是罚嫖不罚昌 所以对妓女没有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中国东北女孩 去法国淘金 这个说起来有点尴尬 猫野有一期影片 重点聊过这个事 感兴趣的观众可以自行查询 和法国一样 加拿大也是罚嫖不罚昌 但在一些政策实行上 又有不同之处 虽说加拿大刑法中没有将卖 直接定为犯罪 但是刑法第210到213款 界定了开设场馆 贩卖人口从业 拉皮条 弹皮肉生意等罪名 并将相关环节中的许多行为 定为犯罪 失去了这些环节 交易也就根本无法完成 类似开场馆 靠卖为生 靠控制其他人卖为生意 可以获罪十年 如果涉及未成年人 最高刑期十四年 在风俗院内被抓到 又没有合理理由解释 可判最多六个月监禁 或者两千元罚款 因为政府认为 女人出来 卖是为生活所迫 值得同情和原谅 而嫖客不仅乱花钱 而且还破坏家庭 所以都是大坏蛋 必须严惩 这个法案实行到现在 还在实行 加拿大现在对风俗交易 是一种民不告关 不管的状况 除非发现一些大型的团伙 警方才会主动采取行动 现实社会当中 各种名的案的行为 并不少见 甚至本地的一些中文报纸 经常有类似的广告 不过为了规避法案 就使用隐晦的广告词 比如刚下飞机 刚到留学生 美艳少妇 青春少女 西人白瓦 这些的用语 风俗交易 就是这样 在加拿大 充斥着各种矛盾的存在着 第六名 印尼 为了保护附近的居民 避免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 2016年 印尼政府下定决心 要将红灯区赶尽杀绝 2月29日 印尼政府部署5000名警察和士兵 用推土机将首都雅加达最大的红灯区 移为平地 这是印尼关闭的第68个红灯区 剩余约100个 预计将在三年内关闭 事实证明 印尼政府的这项计划失败了 但是印尼对风俗业的打击力度 还算比较严格的 甚至有些制度 在正常人眼里多少沾点奇葩 2022年5月 为了禁止风俗交易 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城市 要求按摩馆的女性按摩师 用链条将自己的裤子 或大衣拉链封锁上 以此告诉顾客 这里不是买春的地方 相关政府部门表示支持这样的做法 其他按摩馆也纷纷开始效仿 2022年12月6日 印尼国会全体会议 通过一项刑法修正案 规定婚外性行为 最高可判刑一年 婚前同居可判处六个月监禁 且上述条文 同样适用于在印尼的外国人 第五名 中国 黄赌毒 黄之所以排在首位 因为他最常见 也最容易被无视 与其他国家相比 中国在黄的这个领域的打击力度 一直都是举世闻名的 从来没有开过口子 仅去年一年 中国治安部门就侦破相关刑事案件2900余起 抓获犯罪嫌疑人6200余名 风俗交易被抓 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 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 情节较轻的 处5日以下拘留 或者500元以下罚款 对于中国人来说 罚钱和拘留都是小事 重要的是会留下案底 任何需要正审的环节都通过不了 在美国的法条中 嫖娼这种行为 除了在内华达州的五个县城里 属于合法行为外 对于其他任何的地方来说 都是严令禁止的 根据美国法律 凡是有开设风俗服务场所 应照服务 街头朗客的行为 都是属于典型的犯罪行为 双方都会受到45天 或者90天以上的监禁 罚款 社区服务等处罚 对于是否构成嫖娼行为的认定 也是十分的严格 即使两个人身体还未接触 只要其中有一人口头应允了 就可以被认定为违法行为 或者只要已经支付费用 就算还未做出行为 也可以判定为嫖娼行为 也正是这样的规定 才能让美国警方 多次进行钓鱼行动 不管是18岁以下未成年 还是位高权重的政客 又或是德高望重的医生 老师 还是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 只要一旦被逮到 都要将性命 照片等个人信息 向社会公开 丝毫不存在 有所谓的隐私保护的说法 这种制造大型射死的责罚 绝对可以算是 杀伤力前级的处罚方式了 第三名 沙特 沙特阿拉伯 是全世界最保守的国家之一 沙特是严格禁止 女性穿戴奇装一服的 女性必须穿戴得体 不得穿无袖衣服 短裙或太过暴露的服装 在室内公共场合 女性必须穿长裤 或长裙 并佩戴头巾 沙特是伊斯兰教国家 所有居民都必须遵守宗教仪式 在公共场合 不得露出肩膀 手臂或腿部 此外 沙特人还特别重视 葬礼和祈祷仪式 在参加这些仪式时 需要穿着适当 实色性也 但是这一点 在沙特行不通 由于法律严苛 在沙特没有红灯区 没有娼妓生存的土壤 也没有暗娼 风俗交易仪式发生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违反者将被判处鞭打和监禁 最高死刑 第二名 伊朗 在伊朗 根据伊斯兰教义 婚前行为不被接受 更别提从事风俗行业了 最严重可判处死刑 在执法上 政教合一的伊朗 也将这道教法设为天条 但宗教压抑不住人性的渴望 在伊朗风俗交易 这种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 依然有存在的土壤 只不过是从线下转到了线上 常用网络接客的山迪 最近刚服完一个刑期 在伊朗 根据刑罚点第637和638条规定 从事风俗交易而被捕的人会受罚 一般情况是鞭打数十次 服十天至两个月的监禁 伊朗的鞭刑多维公开处刑 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 山迪表示 他曾三次被抓监禁 每次受到60至70次鞭打 但哪怕入狱十次 他也不会放弃这项工作 而关于年纪轻轻的他们 选择这条路的原因 穷还不是最主要的 与家长之间的代沟 和寻求经济独立 竟成为主因 第一名 朝鲜 朝鲜对风俗行为持零容忍态度 就连看小电影都是违法的 因为外国录像资料的泛滥 金正恩曾亲自做出 严禁观看淫秽视频的批示 随之而来的便是朝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扫黄运动 因此 涉黄遭遇严厉处罚的案件屡见不鲜 2013年8月 有十位朝鲜著名艺术家 涉嫌违背金正恩的指示 制作 销售相关物品 被公开用机关枪枪决 死刑犯家属 也因此受到株连 被送往劳改营接受劳教 嫖娼就更不用说了 一旦发现 面临的就是严惩甚至死刑 毫无情面刻假 这是因为朝鲜人民保守的思想所导致 在朝鲜 如果男女还没确定关系 就拉手亲吻 也会遭到人们的指指点点 更何况这些违背道德的事 好了 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 对于风俗交易 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分享 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 接下来的精彩影片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